玩錶和電子產品很不一樣 iPhone你可能年年會追新款 但有些錶反而逆向而行 越舊反而越有味道 好像舊裝勞力士一樣 不懂的人看就以為沒什麼分別 但懂的人就知道 玩這一類型的舊裝 可能只是錶盤上一行字的分別 就可以令到這隻錶的價值差天共地 說的可能是十幾萬和幾百萬的分別 熟悉逆時的觀眾都知道我們對新的勞力士沒什麼興趣 今集反而想跟大家研究一下他們的舊裝東西 研究一下他們究竟有什麼引人入勝的地方 我們會找幾隻來做例子 深入淺出 拆解他們當中的分別 看看值不值得用天價去玩舊裝勞力士 歡迎再次回到逆時 首先要說一下舊裝勞力士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當然不同的人就會有不同的答案 以我對舊裝勞力士很淺層的理解 就是先戴著頭盔 他最好玩的地方就是當年的錶盤和錶圈 早期的勞力士會找不同的公司代工去做 做法和一些印刷技術都會不一樣 所以在錶盤上面的字體、用料、顏色 都可能會隨著時間令每隻錶有不同的變化 很多時候這些變化都會令到這隻錶變得獨一無二 而大部分叫舊裝勞力士都有一個共通點 他除了舊之外 就是這隻錶有很多勞力士現在都已經沒有用的技術和物料在上面 好像Tretinum 一樣 和現在的錶很不一樣 勞力士現在出的錶在技術和物料上面 都可以做到每一隻都一模一樣 甚至乎20年、30年之後 樣子都可以不變 只是有些花 所以對於很多的收藏家來說 所以說舊裝比起新的勞力士 他們覺得好玩和玩得有深度多很多 除了外貌上的變化之外 還有四個字是很多收藏家很著迷和很追求的 這四個字就是原裝對期 舊裝勞力士其實在勞力士的官方上面 是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的 即是很多的舊裝勞力士 它有幾十年歷史 如果之前是拿過去做維修或者service的話 很多時候都會換過一些新的零件 包括時針、分針 所以手錶上面要做到所有的零件 都做到收藏家心目中的完全對期 其實是一件很難的事 即使一些明星級的玩家都經常出事 最出名的一定是余文樂那隻6263的積目標 這件事真的不是那麼容易避免 所以對於新手來說 我自己就不建議一開始就去玩舊勞 除非你有些很資深的玩家朋友 或者你願意花很長的時間去研究看書、雜誌 或者上網找資料 剛剛有說過 玩舊裝勞其實是博大精心 而玩不同的款式 玩的東西又很不一樣 而今集我們蝙蝠有限 所以我們就會集中說一款 說的這一款就是Deytona 16520 這個Deytona也是這麼多代我最喜歡的一代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用Zenet機芯 而好玩的地方就是它的Variation 前前後後足足有五代 而隨著其數和罕有程度不一樣 價錢又最便宜 十幾萬就有交易 而最貴可以去到兩三百萬 聽到這裡不知道你會不會有些嚇到 接下來我們就會逐期和你看看 它的細節位和價錢的分別 希望觀眾可以和我們一起細心看 同時隨時留言告訴我們 你們覺得這些細節位是否值得給這個價錢 我們可以先看第一款 就是1988年生產的Mark 1 Mark 1又叫做跌字 或者英文叫Floating Dow 先不說Deytona的圈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測速只有200 上網就有一種說法 就只有Mark 1才用這個200圈 但是其實在Mark 2裡面 都有機會找到這個 暫時就未證實到是否只有Mark 1 但是比較清晰的一樣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Mark 1的Deytona 你會看到它跌了字 就是它有五行的字 去到最後那行 Cosmograph 它就好像跌了出來 所以就叫做跌字 而這個跌字面 在Mark 1裡面 都還分兩種 譬如鏡頭看到這個 就叫Proselene Dow 就是叫陶瓷 但其實它不是陶瓷 它是用力架做 只不過看上去像 這個是Mark 1裡面 比較早期可以看到的標本 如果是Mark 1 Floating Dow 再加上這個陶瓷面的話 Full Set現在的價錢去到差不多90萬 如果是Mark 1不是這個陶瓷面的話 現在Full Set大概40萬左右就能運到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個面值不值得四五十萬 然後一年之後 我勞力時就改款出了Mark 2 最大的分別就是 那個標圈你就會看到 由200變成400圈 以及坊間也有種說法 就說有225在這個大概三點鐘位置 這個是不是225 就只是在Mark 2發生 暫時我都未求證到的 如果網上現在有觀眾是一些專家的話 可以留言分享給我們的觀眾 聽哪一個說法才是真的 但Mark 2最大的特徵就是 這個面上面 它由五行的字 變成只有四行 所以Mark 2也有一個別稱叫做四行 或者叫做四線 那它就將中間的 Officially Certified的字就弄走了 而將Cosmograph的字就移上去 而因為Mark 2生產的時間 只有一年 所以這一代也是比較罕見 價錢上面就比Mark 1便宜一點 不過也要去到港幣35萬 而這兩款都是因為特別稀有 所以特別多收藏家 就想收藏Mark 1和Mark 2 接力的就是有五年生產期的Mark 3 Mark 3亦都叫做道陸面 或者英文就叫做Inverted 6 所謂道陸就是六點鐘位置的小時計時圈 那個六字你看它好像調轉了來寫 變成一個九字 不過如果細心留意的觀眾 其實就會看到 剛才Mark 1和Mark 2那兩代 都是有道陸 只不過來到第三代 它就沒有了之前的特別東西 包括4線、跌字等等 還有標圈都變回400 以及沒有了225 只是特別的地方 只剩下六字調轉了 加上它因為是有五年的生產期 剛剛說過 所以它顯得沒有那麼特別 而價格上大概是20多萬港幣就有交易了 好,然後時間一站到95年 Mark 4正式登場 這次就算是整個體系裡面算是大改款 改了位置有幾個 第一,你看到6點鐘位置的道陸變回正陸 還有10D上面的字體 你會看到它變得更加方正 而計時圈的黑度本身是4畫 現在變了只有3畫 而Mark 4也是最後一代用Tretinum來做夜光 即是我們俗稱叫做T面 大約這一期都出了五年 價錢就大概16萬左右 如果玩16520的話 這個就是最入門的選擇 之後就去到1999年 Mark 5也是最後一代就誕生了 在Mark 5上面的DAL 那個細節位和Mark 4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唯一的不同就在於夜光 這一代由Tretinum改造用Numinova 所以錶面底的位置 就本身是由T Swiss May T就變成Swiss May 同時鋼帶也用了新版本 N-Link 由空心貼片變成實心 叫做SEL 即Solid N-Links Bracelet 而這一代又因為產量比較少的關係 價錢又會高一點 去到港幣大概25萬左右 說了這麼久 現在考考一下觀眾 螢光幕的這一款究竟是Mark 4呢 我們可以先看 DAL有五行 然後它是正綠 T面 然後是400圈 應該有留心的觀眾都知道這一款 就是Mark 4 不過其實這個除了是Mark 4之外 也是一個隱藏款 隱藏的原因就是 這一款也叫做Patrice DAL Moddy就叫做咖啡圈 是一些中期生產部分黑面的地通拿 因為它10DAL用的物料是比較特殊 有錶友開始發現 戴得久了 那個圈就會變成啡色 質感就像一些咖啡粉聚在一起 特別的地方在於每一款的成色都會有些不同 換言之 每一款的Patrice DAL 可以說都是獨一無二 價錢上面 就是看回顏色是怎樣 便宜的20多萬會找到 如果有些顏色是變得很啡 和很雲醇的話 價錢全套的話可以去到40多萬 也挺誇張的 不過也值得提的是 上網也有標友指出 這一種的效果只需要在陽光底下曝光 或者用紫外燈照著它 都有機會做到這樣的效果 所以就引伸了兩派 一派就覺得是它天然形成 一派人就覺得是人為的 我也不知道情況是怎樣 不過就把上網找到的東西都1510 和各位標友交代 來到最後壓軸就是這隻最瘋的16520 看回2019Anticorum的拍賣成交價 差不多30萬碎 即是大概230萬港幣 是16520裡面的標王 最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首先它是Mark 1 跌字 圖字面 以及最重要 它是Tiffany Sign的 其實這個價錢 對比起我自己的Grelwatch 即是PP5970 即是你能付得起 還有一堆錢就給你 不知道如果你有錢買的話 你會不會考慮這一隻呢 今集要分享的 就差不多來到這裡了 不知道會不會幫你 都可以簡單的了解一下 一些舊裝路歷史 以及這個16520的家族歷史屬語 不知道你會不會覺得很複雜 其實在一些舊裝裡面 16520都算是比較容易理解的 因為如果真的一些玩家來說 它可能不當16520是真正舊裝 因為始終它是玻璃面 如果你要玩得再深入一點的話 需要的技術和時間就更加長 舊裝的努力士 小小的變化 已經令到價錢會有很大的分別 關於一點 有人覺得值 有人也覺得是炒作 我就這樣看的 無可否認 有些的錯版 或者特別 就真的 它象徵著不單是外觀上的變化 其實同時也都代表著 那隻錶的奇數 數量的稀有度 很簡單 越少的東西就自然越貴 用收藏和保值的角度出發 無用之以 它有它吸引人的地方 而且不得不承認 有些的物料 隨著時間的變化 變出來的感覺 如果和設計是相配的話 我又真的覺得它挺特別的 不過無論如何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知道自己正在玩的是什麼 不是人玩 自己就玩 在這裡想問各位觀眾 這麼多款的16520 你們最喜歡是哪款呢 如果有這樣的錢的話 你們又會不會考慮 買一隻來收藏呢 無論你們喜歡不喜歡也好 都非常鼓勵你們在留言區 分享一下你們的看法 和大家互相交流多些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希望大家會like share和subscribe 即是訂閱我們 如果想緊貼我們最新的消息 可以follow我們的IG和Facebook 還可以加入我們的WhatsApp 和各位的標友一起吹吹水 再一次多謝你們的收看 提提你們 你們正在看的是逆時 All the words